在监狱服刑期间 熊天阳由于表现优秀 有过重大立功表现 多次获得减刑 于五年前提前释放 出狱之后 他利用在监狱里面学到的技术 自己开了一个电器维修部 据派出所跟踪走访记录显示 据说声音还算不错 因为他是当年武厅纵火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还是那个团伙的骨干 肯定知道很多第一手资料 我决定将突破口放在他的身上 熊天阳的电器修理部 位于贼市市差路界 一百超市附近 从市公安局开车过去 不过二十分钟入城 听我们问起当年那起森火案 熊天阳表示 印象很深刻 武厅当时就是他领头罩着的 自己两个比较好的弟兄 还有郝磊都是死在那个大火之中 据熊天阳回忆 郝磊于1984年初加入到团伙 是老大直接带进来的 而且看起来两人关系不错 老大不但让郝磊跟自己搭伙 看舞厅的场子 还专门给他找了房子居住 当问到是否注意过 郝磊后辈本有鹰形刺青 熊天阳表示 因为当时是冬季 而且郝磊并不与自己居住在一起 所以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后辈 熊天阳还告诉我 郝磊平时少言寡语 不怎么爱跟别人交往 也就跟自己还算走得近一些 自己曾经问过他 在老家那边犯了什么事 怎么想到跑来宅室 郝磊并没有深说 只说事不算小 正好自己有个朋友在这里 和老大认识 通过这层关系到了宅室 听郝磊这么说 熊天阳也没有多问 毕竟之前严打的势头太猛了 每个人身上都不干净 大家对这些事都很敏感 对此 我认为没有疑点 1983年严打期间 一些漏网的重大刑事犯罪分子 都在进行全国大逃亡 当年 S市的二王兄弟 就是在案发之后逃脱 并先后流窜 鄂 乡 干 碗 玉等多个城市 最后 在某省的M县被人发现 经当地军警配合 于1983年9月18日被击毙 郝磊 虽说不至于像二王兄弟那样的罪行累累 但也是身负重案 不透露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 从熊天阳的描述来看 似乎这个老大对郝磊真的不错 而且是通过某个中间人联系上的 那么 郝磊在我市案发之后逃到贼市 是否意味着有一种目的的行为 那就是投奔那个所谓的中间人 然后通过中间人的关系 来到这个老大的团伙 再就是 那个中间人是否就是那一晚搭救郝磊的人 这个人协助郝磊逃到贼市 并动用自己的关系 将郝磊安顿在贼市的团伙中 这个中间人会是谁呢 他和老大又是什么关系 和郝磊又有什么联系 可惜的是 当年的团伙老大被执行了死刑 这些都已经无法查证了 但据当年队里的同事在本地的调查 郝磊自小长在我市 从来没有去过外地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明知道他身背重案 还如此包庇他 而且 在1983年严打的时候 一些漏网的逃犯都在大迁移 一般地面的大混子 也消停了不少 并不敢随便收人 由此看来 这个所谓的中间人 和老大的关系还真是够铁啊